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庄大哥 你刚刚不是说这里有个农舍吗 怎么还不快点进去 另一人答应了一声 推门走了进来 屋中四人对视了一下 就听段玉说道 小妹妹 怎么是你 有了庄帮主也来了 阿兹耳朵很灵 当下说道 是段玉小哥哥吧 你身边的那人是谁 尤坦之接口道 是个小丫头 看她一双眼睛黑漆漆的 道很机灵 自从阿兹忙了双眼后 最恨听到别人眼睛漂亮的话 她忽然面色一变 向尤坦之说道 去给我把那个女人的眼睛挖出来 尤坦之打了个机灵道 她并非咱们仇人 怎么能随便挖别人眼睛呢 阿兹怒道 庄大哥 你不听我的事吧 尤坦之听她话中有意 担心阿子就此离开自己而去 于是也不管那么许多 竟向钟灵走来 段玉有伤在身 钟灵武功低伪 他二人哪能抵挡得住尤坦之攻击 眼看钟灵就要遭到蛙眼之祸 呼听有人大喝一声 阿子 你又在做什么坏事 快给我助手 就见萧峰虚竹 率灵鹫公众人 一来到门前 尤坦之手一软 愣在了那里 阿子却摸索着走了出来 拉住萧峰的手臂呼喊道 姐夫 你可来了 我好担心你呢 萧峰听她语气中真情流露 不禁心中一软 没有将她推开 只是严厉地进行了批评 阿子也不以为意 只要站在姐夫身边 早已心满意足 尤坦之却是满脸落寞之色 心中极不识滋味 去过饭后 萧峰向阿子询问 为何离开父母 还有如何认识的庄俱贤等问题 可阿子却说道 我爹爹手下的那些人 一个个都恨我入骨 早晚会害死我的 这位庄大哥 倒是对我很好 要不姐夫帮我 把那个小丫头的眼睛 挖出来吧 我倒要看看 你和庄大哥 谁对我更好一些 钟灵文言 吓得哆嗦成一团 萧峰呼地拍猪而起道 阿子 你怎么屡教不改 你想一眼 就可以随便挖 别人的眼睛吗 别说钟姑娘 是三弟的宝美 即便和咱们素不相识 我也不允许你做这等 伤天害理之事 阿子哭道 当年我受伤之时 你抱着我万里挖身 不论多么艰难险阻 你都从不退缩 你变了姐夫 你不再对阿子好了 此刻阿子面容凄苦 随着年龄的增长 竟与阿猪极为相似 萧峰静下心来 柔声道 咱们智商求医 但不可伤害无辜 况且天下 哪有幻眼之术呢 虚竹接口道 大哥 如果阿子姑娘 眼不经脉未断的话 好像是可以治愈的 我曾经在灵鹫宫点击里 看过类似的医术 阿子文言极为兴奋 立刻拉着虚竹的手 吵闹着 立刻回归灵鹫宫 可萧峰却道 不急这一刻 这里是我故居 还是等三弟的伤 完全康复后 咱们再一同去吧 众人分屋而住 一连数日 阿子和灵鹫宫众人 争吵不断 大家知 他和萧峰关系 非同一般 只能看在大哥面上 对其迁就 萧峰早已看懂阿子心意 可他心中只有阿珠 于是将其中关联 仔细向阿子说得清楚 阿子心中愤懑 数次和萧峰翻脸 可又毫无办法 有坦汁夹在众人之中 更显得不伦不类 可他对其他人的冷眼 毫不在意 眼中只有阿子一人 萧峰看在眼里 不禁深受感动 一日将坦汁叫出 为他开导 其实在萧峰心中 认为阿子 若真能跟坦汁 成为眷侣 倒不失为上好的归宿 这一日 大理朱丹辰找上门来 他分别拜见了众人后 拿出一份手书 正是段正纯的亲笔 段宇看后苦着脸 向大家说道 家父让我到西夏国求亲 务必娶回西夏文昌公主 这可难办了 众人知道他苦恋王语焉 均笑而不大 忽然朱丹辰说道 据我得知 姑苏慕容妇 也收到西夏邀请 此时早就上路了 那个王姑娘 好像也跟他同路呢 段宇眼睛放光道 王姑娘也去西夏 那太好了 可是他表哥娶了公主 王姑娘岂不是很伤心吗 他太需要安慰了 大哥二哥 咱们快点启程吧 于是众人商定 由庄巨贤陪同阿子 跟随着灵鹫宫众人 先回朴苗峰 萧峰虚竹 陪同段宇 前去西夏迎亲 等娶亲完毕后 再同去灵鹫宫相聚 众人上路不提 去收木婉清 跟随着秦红棉和甘宝宝 再次找到段正纯 当他听到段宇受命 到西夏娶亲之时 不由得心中愁苦 他与钟灵不同 将情子看得极重 早已认定了 要嫁给段宇 可造化弄人 亲兄妹之事 将他伤害颇深 可他偏偏无法放下心中内人 于是偷偷给母亲 写了张纸条后 也向西行来 他只为了能见到段宇 只要可以偷偷地看着他就行 木婉清 见一路上西行之人 大多都是青年男子 为了方便 他改换男装 一路小行夜宿 一道西夏成交 忽见路上很多青年叫骂着 折返了回来 他不明所以 又走了树里 就见道路中央 站着一些武士 封住了路口 其间一名标形大汉 衣着滑贵 一副自以为是的模样 在路口夺来夺去 他见婉清走近 于是上前说道 别人都返回了 你没长眼睛吗 此路不通 等西夏公主大婚之后 方才畅行 木婉清好像没看到他一样 继续向前走去 那人怒吼道 见到我宗赞王子 还这等傲慢 且吃我一技重拳 宗赞的力气虽大 可武艺倒很平庸 木婉清刀法很辣 几招后反战了上风 宗赞一声高呼 国师何在 就听一阵净风挂过 木婉清的钢刀 进而断为数捷 在他身前出现了一位 宝像庄严的和尚 这人一招震断钢刀后 并不收拾 顺带着一掌机来 木婉清就觉得漫天掌影 如何躲闪得开 忽然天空中一声巨响 纠魔智莫要伤人 萧峰再次 就见一个矫健的身影 自控而下 同时带来一阵强烈的钢风 纠魔智拿千般掌影 均被这股强大的钢气咽咽 纠魔智连退三步 稳住身形 就听萧峰说道 冥王自讲身份 竟对一位后辈 痛下杀手 其是宗师所为 宗赞王子 却不知天高地厚昂首道 本王子亲来提亲 务必将文昌公主赢回吐蕃 哪容得你等和我竞争 国师武功天下第一 赶快将这几人弄死算了 纠魔智首长震得隐隐作痛 暗道 这气单蛮子的内劲 又增长了不少 跟他死拼 极不明智 于是白手道 王子 咱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我想 还是先进长中为妙 宗赞暗道 国师为人向来霸道 为何今日 一见这大汉 就要退避三舍呢 可他一向对纠魔智 言听计从 当下冷哼了一声 挺胸蝶肚的 率队而回 段玉眼间 立刻辨认出穆婉清 于是上前相见 并将他介绍给肖风和虚竹 众人寒暄已毙 共同进城 西夏自有负责招待之人 将众人接入管义之中 可那宗赞王子依旧作威作福 他们吐蕃占据了大量管设 将大部分求亲之人赶了出来 不想慕容赋和一众家臣 也在其中 宗赞与慕容赋争吵有时 忽然笑道 你在天下武林大会上 丢尽了脸面 百战百败 如今又跑到这里献丑 西夏公主 我是势在必得 你赶快滚回燕子屋吧 慕容赋脸色变了又变 可身边的王雨燕却哭道 表哥 你不是前来观摩的吗 难道真是提亲 慕容赋嗡了一声 神情颇不自然 直到三大恶人 代表东道主上前解决了纠纷 将吐蕃一行人 赶回他们自己所在的医馆 羽燕和慕容赋谈论了好久 她的心一碎 泪一干 耳中一直回想着表哥刚刚的话语 我姑苏慕容想要复国 必须借助西夏的国力 将来有一天 我荣当大宝 西夏公主 为其皇后 而你必定列为王妃 羽燕自言自语道 我真心对你 也希望你可以一心对我 可你怎么总是把我当作你的一小部分 只是你将来众多女人中的一个 你何时才能回心转意呢 而我又该何去何从 她心绪凌乱 不变方向 一直行走到一处断崖旁 忽然心到痛楚 但觉得此生无望 一个想不开 竟向崖下跃去 正巧三大恶人寻查到此 那云中鹤见王羽燕美丽 很想站为己有 于是奋不顾身 前去营救 被羽燕身子一带 也掉了下去 恶神与段言庆 毕竟和云中鹤相处日久 于是也纷纷上前搭救 结果四人串成了一串 悬于峭壁之旁 由于日前三大恶人 令吐蕃众人丢了脸面 所以揪魔智一直寻找机会 对其下手 这事件有机可乘 当下闪出笑道 你们几个魂人 还敢不敢惹尸了 他手不留情 一招火焰刀 向段言庆消去 就在这危急时刻 空中又传来一声清亮的喝声 揪魔智 莫要作恶 萧某在此 这声音震撼无比 直震的群山回道 揪魔智 暗暗叫苦 怎么又是他 不要是不拿出点真功夫 这家伙 总以为吃定了我 一直跟我作对 当下打起精神 涌出全力和萧峰决斗 二人看看打到两百多招 揪魔智 只感觉内心烦闷 胸中气血不畅 本来他苦练一斤斤 近来功力 确实有所增长 可每到子武之时 都会感觉身体万分疼痛 竟于扫地神僧所言 不谋而合 今日本位到武时 可萧峰武功实在太强 一掌猛过一掌 揪魔智体内的异样 竟被他震击地提前发作 他猛然退了十几步 摇手道 萧大王且慢 小僧我现在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我之间不分 不分 他连续喘了几口气才叙道 那个不分胜败 可不可以改日再战 萧峰见他脸色痛苦 并不想趁人之危 于是点了点头 放他离去 欲知揪魔智苦练之后 能战胜萧峰吗 王与燕的命运又如何呢 请看下起 枯井之中 断玉得偿所愿 内力散去 冥王终成正国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就点下关注吧 公众号上还有本期文案 喜欢看文字的小伙伴 请扫码加入 将会带给你 不一样的心得体验 与人生感悟